新的配種牧場的據點見好了 這個圓形的設計跟圓形的平台真的是太搭配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幻獸帕魯中每一個工會最多可以建立三個據點 那你的據點都選擇建在了哪裡呢 我對於據點的需求是面積要足夠的寬闊 地面比較平坦 可以容易建造設施 不怕帕魯們的行動路線會被擋住 至少有一個礦場的據點來提供足夠的資源 尤其是金屬跟石碳 那這部影片想要來推薦8個據點的選址位置 首先會介紹我們工會的據點選址 一個主據點 一個礦場據點 和一個配種牧場的據點 經歷了三次的搬家 現在都是我非常喜歡和滿意的位置 那在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這邊是我們主據點選擇的位置 這裡是整張地圖中最大最平坦的平地之一了 我特意開了個人的新檔過來看一下原始的地貌 是不是非常的大 基本上是想要建造什麼都可以實現的 無論你想要建大城堡 別墅 大型的設施 在這裡通通都是可以放的下的 那這邊也是開局新手就可以抵達的位置 死亡後的重生點 左上方兩個新手的小島就可以傳送過來了 因為是新手島 所以周圍的帕羅等級非常的低 不用擔心開局的初期會打不過 這一片平地有很多天然的石塊 不過據點內可以建造採石場 應該也是不太需要的 這一塊平地的旁邊 加起來其實是有四個金屬礦石的 我們的據點終端機沒有覆蓋到這幾個礦石 但如果你需要的話 也可以考慮將終端機的位置偏移一些些 這個位置沒有什麼大的缺點 可能周圍的資源偏少 但是我覺得作為主據點 對於資源沒有什麼太大的需求 另外開一個礦場的據點就可以了 晚上的溫度會偏低 不過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個位置印象中也沒有什麼入侵事件 總之非常推薦大家想要蓋大型房屋的據點 就可以選擇這一塊平地啦 這一個據點的坐標在目前這裡 這邊是我們金屬石碳礦場的據點 地圖上其實有很多天然礦石集中的位置 但這裡應該是最豐富的一處 因為這邊有兩種礦石 8個金屬礦和6個石碳都非常的集中 中端機的藍圈圈可以剛好 圈起來所有的14個礦 那這邊的優缺點也是十分明顯 最大的優點就是礦石資源集中 它位於山頂很高 所以不用擔心會入侵的問題 缺點就是整塊地非常的不平坦 如果想要在中間的綠草地 鋪地基或者是設施 就很容易會出現卡位置的各種現象 所以很多人可能只將這裡作為天然的採礦場 但我還是覺得這採礦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從側面的半山腰開始搭地基 一路的向上搭上來 這樣子就可以有一段懸空的平台 可以給你放床鋪 溫泉 甚至是各種流水線這類的設施 中間就還是保留天然的草地和礦石就好了 你還可以在側面搭上來的這個裏面 去分割出來幾層的樓板 放一些收納箱啦 甚至是之後可以裝飾成為山間的小屋 那我是比較貪心的 想要這個平台再寬一點點 所以我們的終端基位置其實是偏離的中心 這樣據點藍色圈圈的範圍呢 大概就可以蓋出來五格的平台 但是捨棄了最下方的這一顆金屬礦石 如果你是一顆礦石都不想捨棄的話 中端基蓋中間將它們都圈起來 側面懸空的平台大概可以有三格的寬度 應該也是非常好用了 另外這邊原本是有很多樹木的 因為我們想要保持這邊的據點就是採礦專用 也怕那些會砍樹的帕魯來分心 所以我們將樹木砍掉之後 原地放了一個小盆栽 來阻擋樹木再次的長出來 那我玩到後期是覺得 需求最大的就是金屬跟石碳 所以有了這個據點之後 基本就沒有礦物的壓力了 至於硫磺 水晶這些的用量的確是不算多 需要的時候載人工出去採就好了 那這個據點的坐標在目前這邊 第三個是我們工會的配種祭典啦 這裡自帶兩個發光的圓圈 而且面積和終端基覆蓋的圓圈 範圍非常接近 我現在的圍牆就是剛好蓋在了 終端基藍圈的外圍 也剛好是在外圈光帶的外面 如果你的建築在終端基範圍以外的話 記得要在世界的設定將建築的劣化調整到0 這樣建築物就不會消失了 而且這裡到了夜晚也是會持續發光的 真的是非常酷的一個位置了 這裡另外的優點就是地勢非常的高 它並不會出現任何入侵的狀況 不過這裡的圓圈中間是不可以搭建地基的 但是設施類的還是可以建的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樣 將這邊作為牧場的據點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另外這邊原本會天然刷新4個寶箱 如果你是很在意寶箱的話 就可以留出來寶箱的位置 只要不覆蓋掉就是可以刷新出來的 再快速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牧場吧 將這個圓形的平台均分出來了7個房間 據點目前上限15隻工作判路 所以放7對14隻也是剛剛好的 每一個房間有大門封起來 就不怕他們會到處亂跑 房間裡面記得放上兩張小床 勿場的箱子放上配酒用的蛋糕 飼料箱和溫泉都不是必須的 因為為愛鼓掌的工作 並不會掉保濕度和散肢 還會有一些空閒的位置 你就可以放上孵蛋器 營火等等 在房間外面還可以放上告示牌 來寫上你的名字 這個據點的坐標在目前這邊 忘卻制島 同樣是在新手的小島 我覺得和第一個位置 也就是我們主據點的位置有點相似 這邊同樣十分的平坦 面積也是足夠的大 就可以去建造各種大型的建築物啦 這邊還有兩個金屬礦 需要的話也可以保留利用起來 在遠處沙灘的方向 也還有兩個金屬礦 那整個據點是在一個小平台的上面 這個平台的高度雖然不高 但是足夠以卡入侵 就不用擔心 尤其是在前期火力不足的時候 會被拆家啦 這裡面對著大海 風景也是非常的不錯 跟寒風呼嘯之島一樣 開局就可以選擇重生在左上角的忘卻之島 就可以直接抵達了 作為初始的主據點 應該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喔 那這個據點的坐標在目前這邊 下一個我們介紹礦場的據點 這裡也是我們金屬礦場的舊地址 這裡集中有8顆金屬礦石 而且整個平台的形狀比較圓 就非常適合終端機的範圍 地勢也是足夠的平坦 就可以建造設施 如果你想選這邊的話 建議大家上下兩層都可以利用起來 終端機蓋在下層 截體這邊 就可以覆蓋到上層一部分的面積 然後建造2-3層連結式的樓梯 來方便的上下樓層 面積又大又有層次感 也可以將建築放在右上方這邊的空地 空間整個利用起來也是會相當不錯喔 相較於我們現在的礦加炭的山頂 這裡的最大優勢就是在前期就可以抵達 距離新手村 初始台地也非常的近 周圍炮魯的等級也偏低 所以可以作為你的第一個金屬礦場據點 不得不提一下 周圍的風樹林也真的是非常的浪漫了 這個據點的坐標在目前這裡 這個位置又是在一個山頂 這邊的金屬礦石有多有集中 草地這邊集中就有8顆礦石呢 前方的平地剛好可以用來建造房子 後花園就是你的礦場 這裡整體的形狀比較長 所以可以根據你的喜好 決定將終端機的藍圈 具體覆蓋掉幾個礦石 如果全部都覆蓋到礦石的話呢 前方平地的面積就會少一些 那你也可以將家主要覆蓋平地的區域 有需要礦石的時候就走去後花園 派出挖礦快的帕魯再去挖 這邊的樹木也是很特別很好看的 這裡還有一個小池塘 如果說有的樹木擋到了你建房呢 這些樹都是可以砍掉 覆蓋掉不再生長的 這一個位置三個方向都是供不上來的 入侵的話可能會從這一條小路上來 可以在這邊放好城牆的大門 當然如果你實在是不喜歡入侵的話 可以在世界的設定將入侵關掉 據點的坐標在目前這裡 這裡可能是前途最美的位置了 新衣草花田 一大片都是花田 非常適合建造浪漫的大城堡 地勢也是非常的平坦 這個位置沒有什麼大的缺點 應該說是一個以美觀性為主的據點啦 旁邊有一個盜獵者團體的據點 那我們可以先將它們消滅掉 就出帕魯之後 除其繞一圈 一段時間後再回來 這個據點的圍牆這些就都會消失了 然後覆蓋上你的設施 這個盜獵者的據點就不會再刷出來了 如果你見到有其他喜歡的盜獵團體的據點 也是可以在打掉之後再站為其有的 據點的坐標在目前這裡 那新衣草花田之後再介紹一個特別的位置吧 就是位於火山阿努比斯雕像這裡了 阿努比斯雕像腳底的平台 剛好也可以放下終端機 這個平台的地勢也較為平坦 三個方向都是水 整體的景觀就是有一點震撼的美觀吧 三個方向都是不會發生入侵的 唯一可能的就是從面前這一條階梯會攻上來 另外的缺點就是這個平台的面積會比較小 你可以在四周建造地基 將面積向外擴一圈 或者就是向高處多建幾層來增加空間了 火山地區炎熱也需要穿著耐屬的衣裝 那這裡就是比較適合喜歡阿努比斯和特別景觀的玩家們 或者說你不想要三個據點都長得差不多 想要一個有特別造景的 就可以選擇花田或者阿努比斯的雕像囉 阿努比斯的據點具體位置在這邊 以上8個據點的位置有沒有剛好介紹到你家呢 如果你有很棒的據點位置 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座標和它的優點 推薦給其他的玩家們囉 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更多關於幻獸帕羅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